滿部血跡的鄉行車停在柬埔寨西港的路邊 車內有四名大陸人慘死一名重傷 事發在賭場類似的仇殺層出不窮 而且不乏是在柬埔寨的大陸人殺大陸人 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在發布領事提醒表示 希望再見中國公民潔身字號遠離賭博 柬埔寨的西港曾經希望成為小賭城 這裡是柬埔寨最大的海港 最早是旅遊勝地 2008年設立經濟特區 2016年成為北京政府一帶一路的建設項目 大量的入資湧進 我哥哥上班他一個月是220美金 我上班一個月400美金 只幫我家裡蓋房 蓋房好了我們就買馬框車 當時中國大陸官媒大力宣傳 柬埔寨西港從荒蕪之地 變成廠房林立的中柬合作之城 但投資力道不足 後來西港變成博彩中心 2019年當地下達禁毒令之後 經濟更蕭條 變成洗錢人口販賣 與電信詐騙大本 8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帶回國內 其中42名大陸籍嫌疑人被押戒至天津 其餘嫌疑人被押戒到浙江 有人負責跟社會人取得聯繫 進一步獲取社會人不雅的視頻和讀片 北京當局從2018年開始 加強茶器跨國電信詐騙 很多機房轉移到東南亞 再來 壯大陸稱被騙去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